近日安徽省复阳市发生了一起用板砖击毁无人机的事件 当时有一架无人机不知是何缘故飞到了影泉区的一家幼儿园上空 当天也是这家幼儿园开学第一天 家长和孩子很多人流密集 为了幼儿园里面的师生安全着想 一名工作人员直接手拿板砖将无人机拍落下来 这件事情也引起了该下去派出所民警的注意 当民警赶到现场之后 这架无人机已经被摔得四分五裂了 前来任理的事件 这些人流密集的机主也十分郁闷 不知道自己的宝贝摔得粉碎 还因为擅自在人流密集区域进行低空无人机飞行 被民警批评教育 现在为了社区安全 无人机也进入了管辖的行列 曾经在各大高校里面乱飞 吸引围观宠儿 不见了踪影 如今起飞之前都要提前进行申请的 在市区等人群密集区域 本来就不应该出现这些低空飞行器 就像是交通规则一样 学校 医院 超市 商业街区 这些人流密集的场所 都不应该出现无人机 部分爱好者表示不理解 实际上无人机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不要觉得危言耸听 离中国不远的阿富汗 还要拿着这种无人机绑炸弹的恐怖分子 这种方法不仅这么低 而且杀伤效率高 装配了摄像头实时传输画面之后 打击目标更是精确 确实是无形的杀手 买入宮城会获卓 rozum儿 失礼 你这样子 咱 же